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節目主持人,秋霞 Vivian 今天非常開心,請到Aaron上來和我們談談健康食材 Aaron 你好 你好 Vivian 其實什麼是健康食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健康食材 但在講到健康食材之前,我們覺得主要是食材方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其實所謂一個健康的飲食觀念 其實都很重要的 其實是怎樣重要呢? 因為我們的觀念就是,所謂一個健康的飲食觀念 一個有好的飲食習慣,你就自然對這個程度的消化系統 可以有好好的幫助 當你的消化系統是運作很正常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可以解決到你的所謂免疫系統的運作了 因為其實消化系統是所謂免疫系統的第一線 當我們的免疫系統是好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國家裡面有一些很強的軍隊 這些軍隊自己打仗 當你撞到一些外面的攻擊的時候,你自己撕得防禦 這個好免疫系統就可以解釋或者預防 所謂現在很多的慢性疾病 那有些什麼健康的食材呢? 健康的食材的選擇其實都很廣泛的 有平時大家在街市買的菜 或者知道你出卡市場買的東西 甚至現在都很興奮 online shop 現在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掌握一些所謂健康的飲食的元素 包括什麼元素呢? 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少少少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覺得所謂的重要的健康元素 就包括例如食材它的位置是哪個地方來的 例如這個食材它是什麼時間種出來的 例如我們飲食的時候呢 大家吃的份量啦 多少問題啦 包括飲食的比例問題啦 或者甚至飲食的順水 當然呢 現在都很興奮這些有機食材的話題 我們都認同的 但其實有機是其中一個環節的 我們需要在這所有元素呢 全部都留意到 先確保我們做到健康的飲食 剛才你說位置啦 位置那方面其實是有什麼關係呢? 位置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如果留意到 每一個食材 它都是一個 有自己一個私下的地方種出來 例如溫度的問題啦 有些地方是很容易的 你就可以有一些 例如香料啦 但有些地方是很冷啊 甚至會落雪的 都可以種出一些東西出來 又或者 一些地方是比較容易落雨啦 或一些地方是比較容易 太陽的時間多些啦 每一個地區 它種出來的東西呢 特性呢 特性呢 都不同的 那這些節目呢 它在這個地區種出來呢 就一定呢 最適合這個地區的人吃 嗯 例如我們 南方人 就吃美多些啦 白美啦 呃 北方人呢 就可能是 嗯 小麥啊 麵粉多些啦 這樣啦 那如果 大家都 只吃一些 呃 不是你身邊的東西 那你就吸收不到 這個地方的 那個所謂 齒層的營養啦 那你剛才說的 那個時間上呢 又是有些什麼 重要性呢 時間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 呃 呃 例如 夏天我們去 應該大家夏天 都可以見到西瓜啦 嗯嗯 但是如果 那個科技 你以為要進步呢 你會見到 真的 撒熱的月 不論是 春夏秋冬 嗯 很多蔬菜啊 新果都可以見到 但是這個是不是真的好呢 其實 我們就覺得不是的 你真的應該是 那個正確的時間呢 你呢 你可以吸收到 最充分的營養 嗯 當你運用 一個科技的方法呢 呃 吃到一些 夏天 才會出現的東西 你在冬天吃呢 其實呢 你可能 只是吃到那個 卡路里 那個表面的東西 但是它是不是裡面 那個營養還堵住呢 就不是的了 哦 就是營養上 會有分別嗎 會的 哦 是的 剛才我聽到你說 有機食材其實是什麼呢 有機的 有機的 其實呢 它的定義呢 是應該要很嚴謹的 例如蔬菜 它一顆種子呢 開始捕在那個土壤裡面的時候呢 它的時間呢 一路到 你走到街市 走到出門市場買的時候 中間所有的過程呢 都不可以牽涉到 有所有的化學的 chemical的東西 這樣 我們身體是不需要 這些 chemical的東西嘛 所以如果使得 這些 有毒素的東西呢 對我們身體的 系統上生涯就不好 所以 它的要求定義 應該是 全部的過程中 是不可以 來影響的 化學 chemical的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 對身體有什麼不好的 當我們身體 吸收到這些 所謂的毒素 例如 沙叢者 防腐者 你的身體呢 就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我們身體 有很多的 不同的功能 例如 我們的免疫系統 很重要 免疫系統 是保護我們身體 盡量沒有 被一些所謂的 外面的病毒 菌 傷害我們的身體 但是這些毒素 就會令到你的免疫系統 好像手機一樣 不運作 當你的免疫系統 不運作 就好像你想想想 一個國家 警察 全部都放假 一個國家的軍隊 全部都不做事 那這個國家 是不是很危險呢 如果突然之間 有些人來攻擊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很短時間 就 沒有辦法了 對 其實 有機的食材 會不會比普通食材 營養價值 會有不同的 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就 應該這樣說 有機的食材 它 一些沒有毒素的東西 就一定比一些所謂普通的 比較來說 比較確保 沒有的 甚至低很多的 但是營養方面 是不是一定做保證 會比一般的食材 高很多呢 其實是未必的 因為 剛才都說了 你是一些 正確的時間 正確的位置 種出來的東西 它的營養 一定會比 不正確的時間 不正確的位置 種出來的東西 很多營養 豐富營養 是的 所以你油機 只是一個元素 不可以用油機來判斷 其他東西不重要 這樣 那如果煮食方面呢 其實會不會說 油機方面 要怎麼煮 和普通的食材呢 煮法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嗯 油機的食材呢 因為其實 你可以很放心 它本身沒有什麼毒素 沒有什麼農油 污染在這裡 所以你在千萬元的過程中 你可以省一點時間 好 是 還有在煮的過程中 你都不需要煮這麼久的時間 相對其他一般的食材 好 因為它全部都是新鮮的東西 是很豐富營養 你不需要 例如你煮滾水 不需要煮這麼久的時間 那 因為我們煮滾水 可能有些時候會做食材 或者什麼原因 是要 將這些 不乾淨的東西 減走 那如果油機裡面 都沒有這些問題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 就煮熟它 就可以吃了 嗯 其實我們如果 我們普通市民 怎麼鑑定這件事是油機的 怎樣知道 在包裝上 還是會怎樣 其實是很難的 嗯嗯 你真的需要知道 這個銷售的渠道 它是不是一路都很嚴謹的 來看著 所謂它供應的食材 它標榜是油機 是不是真的油機 你要看著它 一路做了什麼鑑定啊 嗯嗯 還有就 你又需要知道 這個食品的包裝啊 Paking的原產地啊 這些都需要知道 來於 來於台灣 大家都好知道台灣 有一些 生猪美粉 是嗎 生猪美粉很出名啊 在台灣 但是現在你走到 超級市場呢 有很多不同牌子的 生猪美粉 是嗎 每一個牌子的生猪美粉 都一定是台灣生猪 這個地方做的呢 其實就不是的了 原來生猪美粉 因為太出名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 做的生猪美粉呢 都標榜 全世界做的 美粉呢 都標榜生猪美粉 就可以買到 比較好的價錢 所以我就教大家呢 你走到超級市場的時候呢 我建議呢 你看多些 就不只是看 這個產品的 那個字 生猪美粉就算了 你看多些啦 例如後面有些營養標籤啦 呃 有一些barcode 例如台灣的barcode 四八九 四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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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四七一 就代表Made in Taiwan 如果你看到 其他的數字 例如四八九 或者六七幾 七幾幾 這些都不是台灣製造的 就算它是寫 它是生猪美粉 我們都不建議這次買 對啦 其實那些有機食材呢 是哪個鑑定的 鑑定這件事是有機 哪個規管的 基本上每一個 有供應有機食材的國家 都有一個官方的機構 但這個官方機構 基本上就是 它有責任 要定一個所謂有機的標準 但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每一個國家的標準有不同 對啦 例如美國和加拿大會有少許不同啦 美國和中國也有少許不同 中國和香港或者台灣也有少許不同 小時間會分別很大的 其實有機會分別很大的 為什麼呢 例如現在我們這個地方是香港啦 但是如果我們這邊是台灣呢 就可以保證有很多所謂的有機食材 就拿不到有機牌了 為什麼呢 很有趣的 因為台灣政府呢 對有機的要求 相對 沒有一些地區是很嚴格的 例如 現在 空氣污影都很嚴重啦 我們經常都 落雨都是那些所有的宣語嘛 或者我們經常看一些新聞的 新聞報告啦 看 每一天都空氣污影指數啊 都是中等制片狗 中等制片狗 但你想想一下 在這個環境下 就算你用的種子 是有機 你的土冷是有機 你的農油都是有機 但你經常落雪雨啊 空氣污影啊 周邊的車有這麼多 這麼多肥氣 是不是都可以用有機牌呢 如果是台灣呢 台灣政府就不會給你有機牌了 你一定要種這些食材的地方 一定是幾乎是沒什麼能住的地方 這樣才行 其實現在潮流經常說 輕食有機食品 為什麼會輕的無忽忽 我估計呢 香港就應該是前幾年的SARS 2013年的SARS啊 然後大家就開始發現到 原來就不是說 我們是一些所謂的補品 例如燃窩啊 東藏核草啊 靈芝包子就算了 我們真的要用一些辦法呢 透過所謂的早午晚餐 三餐的飲食呢 來提升我們所謂的免疫系統 當我們的免疫系統好的時候呢 我們先可以對抗所謂一些很厲害的病毒 這樣啊 所以是不是賣得特別貴一點呢 優機的食品 我相信呢 因為優機它牽涉到它的流程 是比較困難的 複雜的 還有它的食材是比較難保存的 所以 它的零售價錢來說呢 會比較貴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它們一定要貴到 兩倍啊三倍啊五倍甚至十倍呢 其實我最需要保留的 我覺得 如果你懂得運用一些所謂的 剛才說的一些健康飲食的一些關聯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選擇的 其實有機的食品呢 是否它那個保存期 因為它沒有加農的食物 保存期呢 是否會沒有那麼長的 其實答案是這樣的 來於台灣的有機醋味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身邊的朋友反應 我會問 Aaron啊 你這個 台灣的有機醋味 好有趣啊 為什麼 我買回家 兩三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 跟著就生菇熬了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菇熬是不好的 但其實我們就會鼓勵一下它 其實你想想一下 菇熬 它都要吃東西的 那菇熬它如果有些選擇呢 它會吃那些新鮮的東西呢 又是它會吃那些不新鮮 或者拿了一些 化妝、防腐劑、殺蟲劑的東西 其實如果正常來判斷 應該是它會吃那些新鮮的東西 對吧 所以有機食材呢 它的保存時間呢 就會給一些 拿了一些防腐劑 或者殺蟲劑的食材 會短一點的 但是我們都會 有一些方法去保存的 例如一些有機的醬料 我們就會建議你 你打開之後 你放在雪櫃 或者一些有機的醬料 你盡量買一下 這些四個搭配 那你就可以確保 你是比較短的時間 就可以吃完整個搭配 那現在適逢流感季節 好像我感冒不舒服 咳到聲音都變成感冒 那其實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增強這個免疫力呢 我們都始終覺得呢 飲食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環節 你可以在飲食這個地方 做些改變呢 加強一下呢 其實已經可以提升你的免疫系統了 那所謂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呢 除了Vivian 你剛才說的那個 食材的 她的生產地區啊 冰島啊 食材那個時間是什麼時間呢 其實飲食都有很多事情要留意的 其實 要留意什麼呢 其實要 我們建議大家 在飲食上面 你要留意一下你飲食的分量 飲食的比例 甚至你飲食的純粹 嗯 分量比例是怎樣 可不可以再詳細說一下 是 OK 分量來說 大家慢慢現在健康的知識越來越多 你會聽過一些所謂的飲食根字塔 是吧 那有時根字塔的意思就是說 嗯 基礎啊 下層的東西呢 代表我們要吃多些 下層的東西呢 就不見我們吃超標吃過多 那所以下面是什麼呢 最下面就是五個里 五個里的東西 包括一些 嗯 飯啊 麵啊 炸糧啊 粉麵啊 這些 然後第二層就是這些蔬菜啊 或者生果 嗯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吃多些的 那上面就是成分那些 例如一些肉啊 或者一些奶啊 甚至一些油啊 調味醬料這些 但這個分量就跟著它 跟著它的比例 下面的比例就能提升多些 Aaron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飲食的次序 嗯 好啊 飲食的次序呢 我們都覺得是很緊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如果留意到 現在的萬元性疾病 例如癌症 東方的癌症 跟西班牌症的地方是很不同的 我們東方的癌症 集中在層的方面 胃啊 小層啊 大層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就覺得呢 其實是不是 跟飲食的那個次序有關係呢 那如果你要留意到呢 其實西班牌的飲食的次序呢 就它們一般正式的四餐 是不是它會先去吃些沙淚 嗯 跟著喝點湯 嗯 跟著會有一個前菜 最好是一個很豐富的 那個熬扒啊 或者一些餐出來 嗯 最好是進食的一些甜品 那 東方人就很有趣的 東方人呢 就 有些時候呢 呃 會 一 一圍的菜呢 就一次過拿出來 跟著就 跟飯一起吃 吃飽之後呢 就吃新果 就很開心 嗯 但其實呢 你想想一下 呃 如果你先試做一些熟的東西 在土裡面之後呢 你再試一些比較新鮮的東西 例如生果呢 那新鮮的東西呢 那個發酵的速度呢 是比較快一點的 嗯 那你想一下 你的程度現在是排緊對 熟的東西 發酵比較慢 新鮮的東西 發酵比較快 那 它還在那個位置 還沒到你的程度 修飯的時候 它就開始發酵了 那發酵太快的話呢 對你的程度就是一種傷害了 哦 所以就 我們就 鼓勵大家呢 吃這個池水呢 是盡量 新鮮的東西 食鮮 跟著呢 煮熟的東西 後面就吃 嗯 還有一些比較好消化的東西呢 就先吃 比較難消化的東西呢 就後面就吃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怎樣吃法呢 可能是 每一餐的時候呢 你先喝點果汁 或者喝點湯 跟著隔著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再吃新果啦 或者你再吃一些新鮮的沙女 如果你有的話 那吃完這些之後呢 你就再吃菜 因為菜是比肉 就是搭配飯 嗯 那你剛才說 那西方人呢 西方人在哪邊 哪個位置容易會有癌症 西方人來說 現在因為他吃的那個 飲食的比例呢 有一點點不關心啦 你見到很多咸泡煲啊 披薩啊 這些高咸泡煲的東西 全部都 全部都集中在那個 飲食根字塔上面的啦 嗯嗯 所以他的 不關心的比例啊 分量問題呢 就知道他們 可能他的癌症呢 就未必在程度 可能是他的 瘀癌啦 可能是他的生殖系統啊 甚至其他的肝啊 其他的器官啊 或者他的免疫系統 失調啦 對啦 嗯 那有沒有些什麼 健康一點的食物呢 可以建議大家 吃多一點 這樣 其實 嗯 剛才又說到啦 街市也好 除了市場也好 都有很多好的選擇 嗯 但大家在選擇這些食材的時候 呢 你就要 嗯 留意一下 剛才分享的一些元素啦 例如 你買這些材 它是不是 在你們國家附近長出來的啊 是不是這個時間 這個月份 最適合你的時啊 啊 還有你 買回家之後呢 你會怎樣處理啊 你是不是到時會 嗯 因為到時會 嗯 好像一個有機的東西 你就可以不需要太複雜處理啦 啊 你不需要煮太多時間 啊 煮太多時間 它的營養就不會落實啦 但如果它 沒有一個所謂的有機的認證的話 你可能在清潔的時候 你要留意一下啦 嗯 嗯 那煮食那方面呢 就是 會怎樣烹調 會很健康一點啊 烹調的話呢 其實我們都 可以鼓勵大家 嗯 當然煮熟 是 沒有的東西煮熟是必要的 嗯 但是你沒有煮熟之後 你那個時間 在隔太久 因為你如果隔太久 你 它硬硬一定會慢慢慢慢地 呃 嗯 如果隔太久之後 你最正是 吃到那個食物的 壞面的形態啦 它 其實裡面的營養分 是你最需要吸收的 那中國人很喜歡煮老火湯 那其實那些營養 在那些湯水裡 還是湯渣裡的 其實煮老火湯呢 我們就 嗯 覺得很有趣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呢 就 不是有很 重視這個文化 所謂煮老火湯 我們都 我想知道 其實所謂煮老火湯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煮的時間 1個小時和3個小時的分別是什麼呢 那我就聽過某些人說 其實你在煮湯的時候 放些食材下去 那些食材呢 它的營養呢 走出來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嗯 所以你煮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例如一些豬的打菊啊 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才可以煮辣啊 那你先試到它的營養 嗯 但其實現在慢慢大家的營養的知識 越來越提高 你 你會發現到 其實 豬打菇裡面的營養 可能就是一些 氨基酸啊 蛋白質啊 那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定在豬打菇裡面才吸收到呢 其實有很多更加天然的東西 或者一些 未必一定是動物的東西 可能是節目的營養 你都有機會吸收到的 你未必一定要選擇 吃豬打菇 然後煮3個小時 5個小時 這樣煮蘿蔔湯才吸收到的 嗯 那你建不建議要吃完湯渣啊 盡量吃 沒有重複煲太來時間的 是的 那這些湯渣如果 可以用一個所謂生鮮一點啊 或者天然一點啊 處理時間比較短一點的方法是 你會吸收到比較多營養 那這個是我鼓勵大家做的 謝謝你啊 Aaron 那今集的時間呢 又差不多了 很感謝Aaron 上來和我們聊聊聊天啊 謝謝你啊 說了這麼多關於健康食材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看節目 拿禮品 觀眾請留意以下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由Yosemite 送出價值880元的痛症治療一次 根據今集節目內容 紅酒釀製有多少個步驟呢 A 4個 B 5個 C 6個 知道答案的觀眾 請透過iPhone 和iPad的APUS510Apps 在留言區 填上 姓名 電話 電郵等個人資料 再將主題選擇 看節目 拿禮品 再在下面內容空格裏 填上答案 節目名稱 和節目播出日期 最後按提交 那就成功參加 看節目 拿禮品了 3月16日 中午12點截止 名額有限 答對的朋友 將以抽籤形式 選出得獎者 本台將盡快聯絡得獎觀眾 記住 日日黏著優質心目台 大把禮品送給你們呀